詐騙活動到底有多氾濫 我們看到其實有六成的台灣人 每個禮拜至少會接觸一次被詐騙 有可能會被詐騙這樣的情況 請教陳彥 台灣有一家公司 他就是靠著反詐騙 在今年第四季狐狸 有機會創今年新高 對 就是現在大家每天接觸 每週接觸各種管道接觸 實在防不勝防 而且防不勝防 你看臉書有五成的比例 第一就是臉書現在很多訊息 其實都是詐騙的 然後包括LINE有45.6 發聲第二 昨天謝承彥還加我的LINE 還關心我說 你有沒有投資股票 然後做得怎麼樣 然後我就說 我有沒有投資股票 你是謝承彥 你不知道 我也是謝承彥 你知道你這種清門踏戶 到這種猖狂的地步 找到本尊 你說茂名什麼分析師 公眾人物 上次我還問廷浩說 你怎麼還來敲我 他說這也是詐騙 就太多了 所以怎麼去過濾 怎麼去防範 像GoGo Look 其實大家應該有 我講一個早期不是有一個 Who's Call 等一下我們就來講他的故事 其實就是他 他登上了創新版 這是第一家登上創新版的 然後這個中文也很有趣 叫走著喬 GoGo Look 你就走著喬 然後一上去 當天這個股價就狂飆 10月份稅後存益0.1億 叫去年成長467% 非常非常的驚人 今年第四季獲利 也有機會創新高 實際上這個叫天時 地利 人和 為什麼叫天時 疫情過後 你有沒有發現搭在居家 還有很多的這些違法的 這些犯罪集團 不知道開怎麼維生 突然之間 大家都往詐騙這條路上去走 我們也確實從疫情之後 突然之間 被接觸到詐騙的這種訊息 突然變得很多 這叫天時 對GoGo Look來講叫天時 那地利當然就是說 他現在不管在台灣到日本 還是到東南亞的發展 配合當地的需求 還有這個技術的一個研發 就有了這個地利之變 當然為什麼叫人和 我們現在都怕被詐騙 怕被干擾 所以我們都大量的在使用 所以也讓他的業績 能夠出現這麼高速的一個成長 目前他佈局 當然消費者 企業端 還有金融業者 你看Husco還有美玉 講Husco大家就知道了 大家就知道 像我自己也都有安裝 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個發展的過程中 其實有幾個有趣的一個轉折 他2012年創立 董事長鄭勝峰 執行長是郭建復 還有技術長 他們三個創業 是一開始也沒人熟 大家也不熟這個 所以他們是三個好朋友 一起創業 創業剛開始 當然也是兼著做 然後他們就上架到這個App Store 這樣子 就在那邊用用用 那早期我那時候在用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也不錯 就有人打電話來 就很像有點 他幫你查好 就是說這個電話是 中華網頁登記了哪一家公司 那你一看 你就知道要不要接這個電話 那你知道當時 就一個公開的一個 這種科技技術的一個講座 然後這個Google的前執行長 突然斯密特就講說 就有人問他 你有沒有看到最新的趨勢 他有兩家公司的不錯 一個就是這個Who's Call 就被他點名了 大家被點名 你看他那時候來演講 大家就點名 他說Google有什麼方式 對抗蘋果手機的應用商店 有沒有 然後他說這個Who's Call 然後大家就說 這什麼東西 其實發現原來我們本來就有在用 當然整個就擴展開來 當然他們後來也專注在研發這個 去解決痛點 因為當時他們做滿多APP的 後來他們專心就做這個 就解決這個痛點 可是問題是 這個能怎麼賺錢 後來他們也發現如果大量很多 客戶的黏著度很高 如果這麼多人用的話 是不是我未來可以插入一些廣告 什麼的 更重要的其實是 當時他們在發展過程中 大部分還是透過網路搜尋 中華網頁 可是這有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電話名單沒有出現過 在網路或是網頁上的時候 他就不知道這個對象是誰 當時他們的顧問也是過去 中研院的資訊科學家 叫陳森偉就告訴他說 我們利用現有的資料 再搭配AI模型 就加入AI訓練 我們把AI的訓練放進去以後 其實就有可能收舉出這種詐騙的電話 這個就非常厲害 還沒有被舉報 但很有可能會有問題 因為沒有一個詐騙電話 上面會寫說 我是詐騙電話 對不對 但他們透過行為模式各種方式 就能夠去演算出來 這個是他厲害的地方 當然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當銀行業者就找他們合作 因為你知道銀行 第一個防洗錢 防詐騙 還有在做信用評估的時候 我怎麼知道這個客戶 到底有沒有財務上的問題 很簡單 這個客戶的電話 常常會跟一些 譬如說地下錢莊 或是討債的電話連結的時候 也代表這個人信用可能有問題 所以也因此 他們也跨足到金融業者 有越來越多的金融業跟他們 所以現在第一個金融業者 跟他們合作 第二個防詐騙 防洗錢的 這個業務需求大量攀升以後 我相信這個走著橋 以後股價應該可以再走著橋 好 剛剛陳彥達 我們看到是走著橋這家公司 不過我們說到洗錢的話 現在遊戲平臺 其實也被當成是洗錢的平臺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了解 更新事實Anus 我們先走著了 謝謝